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几种可以清干的食物 第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蒜米 或者我们叫Galic Galic非常重要 因为它有一种叫做蒜米素 还有一种呢 它里面有很多的C 它对整个清干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吃很多的Galic的时候呢 我们的干就会很干净 第二种呢 就是 檸檬 檸檬有很多的维他命C 维他命C本身就能够清干了 而且维他命C也是能够解毒的 所以它能够帮助肝脏解毒 所以要肝脏很干净呢 我们可以每一天都吃一点点 柠檬水 喝柠檬水是很好的 好 第三种呢 就是蔬菜 什么蔬菜很重要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甜菜 很多人并不知道甜菜是能够清干的 其实甜菜里面的一些成分呢 有很多的抗氧 这个抗氧对肝本身呢 能够清干而且能够饱肝 所以喝甜菜 早上喝一些甜菜的 蔬果汁是重要的 第四种呢 有清干的帮助的就是黄姜 黄姜本身呢 它有个很好处的 它能够刺激呢 肝呢制造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胆子 所以它也能够帮助肝更健康 所以黄姜现在也能够抗发炎 所以肝有发炎的时候 如果吃黄姜呢是很好的 黄姜很多在黄姜粉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吃一些 tumeric就是黄姜 来保护我们的肝脏 另一种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利茶 因为利茶里面有一种叫做 鹅茶素的抗氧 它很重要的 它能够帮助肝抗氧 而且能够让肝恢复的很快 但是不要忘记哦 不要吃那种recaffeinated 就是没有咖啡因的利茶 肯定会更好的 而且呢我发现到呢 如果肝病人有吃抗氧的食物 或者有吃抗氧的补助品的话呢 他的身体就不一样了 肝脏很容易恢复 另一种呢就是十字花科食物 这个十字花科食物 比如花椰菜啊 比如是包菜花 这一些是非常高抗氧的蔬菜来的 所以多吃呢是对肝脏很有帮助的 而也能够帮助肝解毒 那么有另一个呢叫做核桃 核桃呢为什么重要 叫做Wornuts Wornuts呢里面有一个叫做Glutanoid的抗氧 就是这个Glutanoid抗氧呢 对肝脏的整个抗氧很有帮助 对肝脏的解毒很有帮助 所以多吃一些核桃也不错的 但是最好是两盐式 不要吃的太多哦 因为里面的油 但是还好最主要的 这个油呢很多是Omega 3 也对身体有帮助的 好这里就是简单的跟你介绍 7个可以帮助肝脏解毒 也能够保护肝脏的食物 所以你可以多多吃 但是记得哦 什么都不能够过多 为什么呢 因为生命在乎平衡 祝福你更健康 希望以上的资讯能够帮助到你 当然你可以subscribe我们 你可以like我们 你也可以呢 把这个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所以希望下一期再见